我是小赞 之前做的那期爆款唇膏的测评呢 争议性很大 主要是因为大家使用的时候会有一些些差异 那么我之前也没太搞懂 直到这期新的唇膏测评 我终于找到的答案 大家都知道唇膏是油跟蜡组成的 那么因为材质和比例的不同呢 唇膏的融化温度也会不一样 之前咱们呢是在北京的暖气房里面测的 所以说个别融化温度比较高的唇膏呢 它上嘴的表现呢就还不错 但是如果是在寒冷的室外 那么又会怎么样呢 这就是我们这期要做的内容 想要一个一键三连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吧 我们本期要测评的产品 分别是贝德玛修护唇膏 小蜜蜂 闭生之炎咖啡唇膏 润本 尼维亚黑莓 凡士林薄荷唇膏 智本风润 智本符文 还有厨具的天空 有没有你喜欢或者想pick的产品呢 这次我们分别在冬季的户外跟空调房 来模拟不同温度下这些产品的使用感 首先是贝德玛 它是一股洋眉味啊 室内外涂抹的松滑度都还不错 没有粘嘴的感觉 而且户外的软硬度也是适中的 那么整体五分好评 小蜜蜂呢 在室内的推展度不是很好 有些轻微的粘嘴 而且呢清凉感很强 有一点点辣嘴了 户外的推展度呢 就更差了 良心化 我觉得真的做的不怎么样 润本的话呢 是一股柑橘味 涂起来滑滑的 也没有粘嘴的感觉 户外呢 也比较的润 整体呢 是五分的好评 室内还好 比较好涂 也不怎么粘嘴 但是户外的话呢 推展度就差了那么一些 而且呢 还有一点点拔干 所以整体的使用感 是不如室内的 三十零的薄荷呢 有轻微的清凉感 室内室外呢 都很难推 然后呢 也都有粘嘴的感觉 整体呢 表现不是很喜欢 织本的风润呢 用起来跟润本的那款 是很像的啊 也是那种柑橘味 那么在室内涂抹起来呢 很舒服 而且户外的软硬度 也是适中的 所以也是五分的好评 另外一款符纹的表现呢 就要稍差一些些 那么室内的膏体呢 会有点点偏软 户外的话呢 是比较正常的 整体的使用感呢 还可以 只是都有点轻微的粘嘴 厨具的天空 室内室外 软硬度都适中 桂花香 然后推展度也很好 不粘 用起来挺舒服的 也是五分的好评 必胜之眼呢 是一支纯乳啊 淡淡的咖啡味 挺水润的啊 整体也是不粘的 但是还是歉意睡的时候用 因为这个唇乳呢 它会跟这个嘴上的死皮 卡在一起 白白的也是有点尴尬的 卢卡丝呢 是一股蜂蜜味 室内用者呢 还行 就是有点油润啊 但是户外呢 就是个大灾难啊 不仅是油腻 而且还碾嘴 还有这个管子啊 我在外面挤的时候 抬头纹都给我硬挤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是解析片 因为唇膏呢 是比较容易吞噬的 很多孕妇呢 也要用唇膏 所以说解析片 我们主要还是以安全性 作为打分的参考 先来讲一下贝德玛 主要呢 是一些亚麻酸 亚油酸的衍生物 加上唯脂 起到的一些些抗纹 修护的功效 但是唯脂呢 白天是不建议用的啊 孕妇也要避开 小蜜蜂的话呢 主要是加了一些 象牙蜗籽油 跟低介酸菜籽油 来辅助修护 但是高比例的椰子油呢 很有可能会携带部分的杂质 那么少数人 会有一些些炎症的风险 而且蜡薄和精油呢 本身也是有刺激性的 润本的这款唇膏呢 以天然的植物油脂为主 安全性呢 很不错 也有唯一抗氧化 体系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整体呢 我是比较推荐的 尼威亚的话呢 油脂体系一般 只是你们有添加一些些色料 让它成为了一款润色唇膏 那么平时呢 可以用来提提气色 其他方面呢 倒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凡士林呢 是普通的唇膏的典型了啊 石化原料 加上流油果蔬果纸 教科书般的配方 有清量剂 沉默剂也有 但是呢 整体呢 我就觉得还是一般 这本封刃的这款呢 油脂体系用的比较的常规 但是额外用了一些不早化物 还有海灰箱 那么这些活性物呢 还蛮高级的啊 会有一些些修护 跟卡氧化的效果 那么成分上呢 可以达到四分 不过莱蒙油 不知道有没有脱光明 保险起见 还是晚上用 会比较妥当 福尔这款呢 用了多种合成纸做基地 应该是为了打造一个 高级点的质感啊 但是事实呢 很残酷 那么这款的肤感呢 还不如上一个保湿款 产品的优点呢 是加入了一些活性物 比如说促进胶原生成的三炭 强效抗氧的EUK 帮助一盒的乳香 那么对唇部干裂起纹呢 应该是有一点点预防作用的 但是对于已经形成的唇纹啊 靠唇膏 我觉得还是够呛的 除去的天空呢 也是一款还不错的天然唇膏 用了很多不错的植物油 抗氧方面呢 像维一 维C岩 小麻配亚油 体系呢 也是没有什么漏洞的 肝草停酸纸 红莓腰唇呢 有一定的正经舒缓的效果 可以帮助安抚唇部的疼痒跟补适 也是我平时用来急救的产品 毕生直言的这款呢 因为是唇乳啊 所以说封闭性 肯定是没有前面那些唇膏那么强的 但是它的配方整体做的 我觉得还可以 不仅是有牛油果蔬果纸 油甘蓝提出物 还有泛唇 一线化通病止酸 这些作为稀释性保湿 那么对唇部呢 也是可以起到不错的软化效果的 夜晚厚涂 对干燥起步的情况呢 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卢化石的这款唇膏呢 配方很简单 就是凡士林 加上一些木瓜蛋白霉 那么有一些代谢角色的作用 推荐偶尔去死皮来用啊 但是日常的话 就不是很建议经常用了 以免造成唇部的干燥 好的 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那么先看一下这个表 截图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留下你宝贵的三连啊 那么这一次咱们分为 夜用组 日常组跟拔草组 先说一下这个拔草组啊 小蜜蜂跟凡士林这个使用感 还有这个配方 平平无奇 我觉得完全有更好的替代产品 而且冬天的话呢 我也不喜欢薄荷唇膏 凉嗖嗖的总感觉有点点不舒服 那么夜用的这几款呢 主要是会有一些光明的可能 比如说贝德玛跟智本的丰润 另外两个呢 因为是白天用感光上不太好 一个呢是唇部死皮会挂白 另一个呢就是涂上去油光发亮的 所以说还是晚上用会比较合适 另外呢贝德玛呢 它是有A纸的啊 所以孕妇是要避开 卢卡式呢可以偶尔去去存部的死皮 但是也不建议长期的使用 日常组的话呢比较的百搭 像润本跟除去的天空 那么使用感跟成分呢都挺不错的 不过因为都是植物油的体系啊 开封后要尽早的用完 那评价了学生党 润本呢是首选 不差钱的除去的天空的这个规划成高 你也可以录一下 它额外呢还有一个安抚的作用 然后Nivea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一款浅色的口红 僵果的颜色 嘴唇发白的朋友呢 可以用它来提提气色 那么唇色比较深的朋友呢 别入会显得更暗 最后呢是质本的符文 覆盖呢其实也还可以 有那么点点唇部抗老的意思啊 预估对这个干裂启文是有预防作用的 但是真有严重的唇文问题啊 古迹还是得靠医美填充 另外呢乳香火血 孕妇的话呢注意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 不知道这期的唇膏测评 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呢 最后呢还是要强调一下 我们这期的横测内容呢 是有一点点偏主观的 但是呢绝对没有收哪家的好处 去故意的拉踩啊 大家可以放心 关于这个体验感呢 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 不放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一下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